美方主任 各位好 先進們或是同輩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來做分享 這樣子一個題目 因為自己的這個主辦單位 對我們有這主題的話 就很有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當我們對目前 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可能分享在我們 做那個我們做 我們在來平和時 準備的方向跟我們目前的一些做法 那大概就這兩個主題 大家做個簡單的交流 好那 我想其實今天早上的話 我們聽了很多專家跟我們做的一些回饋 包括美方主任跟廖教授 針對那個特別要讀計畫這部分 事實上問題下來的話 我覺得我們還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被提醒 不需要被能夠作為價格的提示 讓我們自己的計畫能夠更周全一點 那所以我就覺得 大家都要很珍惜每一次研討會的時間 因為每次研討會的時間我就覺得說 好像怎麼這麼好的基金會 可以讓我們公私公主 然後又可以免費的學到很多豐富的知識回去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很珍惜 每一次大家都能夠共同學習的一個這樣的機會 好 那我就開始做我今天的這個部分的一個介紹 我們明年的話就有內政部的評鑑對不對 事實上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覺得現在的任何比如 包括王詹恩的那個評鑑也好 或是內政部的評鑑也好 事實上的話我是覺得 好像每一條辦法對應下來 或者每一個什麼步驟最好都要我們自己的能 所謂的那個服務流程度的部分 那我想這個部分大概蠻基本的 那我再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自己的服務流程 那其實服務流程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有時候的運氣也是穩動式 就像早上那個老師的一個分享 其實東西的話並不是就是 就是好像是固定下來 事實上有時候會針對評鑑的改變 或者說因為以前可能評鑑會說 像講ISD會議的時間 可能要新生入園然後得三個月 那今年現在要繞一次兩個月 有時候的話這邊我們可能再能辦法 或這些原則或其實帳面的話 也要一定質疑以後或是持續進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基本上每個 應該基本上每個機構都要有所謂的服務流程 但是這邊的服務流程可能要有隨時 就是一些機制的改變到有什麼修訂的時間 就是符合就是我們當下的 我們在一些評鑑上的規定 那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就服務流程包括從服務申請 然後來評估開案後申請這些部分 那基本上的話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可能在這個服務流程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對應到每一個流程部分 我們所應該所要填寫的表格 然後到一些可能就是主責的人員 或是提寫的實例或是提寫的時間表 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就是有這樣子 那因為以愛心教育來講的話 就是你知道說其實我們董事長是醫生 所以他可能就是我們從一些孩子進產的話 關關於體檢的部分 我們最後一關的話 可能說讓我們莊醫師看過之後 我們才能夠有所謂正式入圍這一塊 那當然入圍這一塊的話 就接下來進入評的一些服務流程的話 我相信應該是大家每個中心 每個機構都差不多 因為在場都是就經營很久了 一些機肉的單位了 大家對一下就是這個樣子 包括你們服務的部分 這些表格 但是表格的話 倒是你們就是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們是誰 然後在哪個時段要完成某些 或是哪些紀錄或完成加訪的這個部分 大概有這樣子一個流程 然後這個話 因為我們這次評價是那個 IST 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覺得也是有點老生長談 那只是說可能有時候在 我們在審核的時候 可能在一些呈現的品質上面的話 可能就是有時候 老師可能會希望多看到 我們多呈現一點 那只是說這個部分 可能有時候要運過一些經驗的累積 那這個基本上的話 就是說以 IST 來講的話 通常都是評量自己的目標跟實行 其實我覺得這個講這些 會有一點跟早上的重複的 甚至我覺得早上的一個部分 已經讓我真的受益良多 不過因為就是 我們目前的現況是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繼續做這樣子的一個分享 那評量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 因為我們瑪利亞的話 算是一個比較大型的機構 那因為本身的話 我們比我們比較幸運的是 就是說其實我們有比較大的 所謂的附件人員的編制 那所以在我們在業的品養 一些整合上面的話 在我們的治療室的部分 事實上在跟我們在 就治療室的部分 還有社工的部分 還有教訪員的部分 事實上在 我們要在所謂的 開始就是統整性的批養 或者說 批養之後的統整部分 事實上在找幾些人員的話 是相對是比較容易的 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可能就是我們要安排的時間 然後請大家什麼時間過來 然後針對我們哪一個新生 我們就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團體的討論 那是事實上前面的部分 包括品養這部分 包括義務目前我們 在我們中心使用的品養工具 是林林老師的科學法的評量 就這個部分 就這個有這個 然後還有自閉症型案量表 然後所謂的性檢查表 健康表 然後增強物調查表 那另外的話 我們還有社工主責的 所謂服務對象 跟那個家庭需求 那個服務連結 然後當然還有一些治療師的 物理治療 肢的治療 體育治療 補具停估這個部分 那另外還有社工的家訪 叫老家訪 這個在我們品養這個 這個階段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很多 都是屬於跨專業的合作 這個部分的合作 然後去同社 那接下來的部分的話 品養目的 因為有時候的話 事實上我覺得這樣 大家都是已經很進步了 在更早之前的話 有時候我當初 瑪莉亞的那段時間的話 事實上有時候覺得說 我們好像寫東西 或是品養東西的話 似乎跟我們品嘗 在做一些教學上 好像在連貫系的時候 在連貫上 就沒有那麼的強烈的直接連接 所以的話 事實上的話 經過這麼多年的一個疲借 還有專家指導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 我們要確認 品養的目的是什麼 品養的目的是什麼 那品養目的 我們要要解 服務對象現在的能力 作為學習的接入點 然後就是了解 服務對象的環境需求 作為功能性訊 訊應的依據 還有作為安置 及服務體工的參考 那是希望是說 我們的品養目的的話 是僅扣我們 現在接下來的 目的跟實習這一塊 然後在這邊的話 通常在平常的過程當中 所該收集的資料 包括各領域的一個發展 各領域的發展現況 就是現在的起點行為 這個部分 還有比如說 應有的個性或是氣質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有時候 會放在做一些 什麼氣質量表 然後包括他的增強物 或是他的信物物 這個部分 還有比如說 誘兒他要迫切的需求 或其阻礙其確實 或其他互動的因素 那這個部分 就是像早上 老闆老師有提到的 就是在優勢的部分 跟弱勢的部分 優弱勢這部分 優弱勢的部分 也是要列個很重要的參考 另外就是 幼兒的偏靠的學習方式 他可能有些是 要學視覺型學習 有些聽覺型 或者是有些是 因為孩子 有身體的關係的話 他可能 他早上 可能就是 然後對他來講 是比較好學習的時間 這都是在 我們的平常過程中 所需要的 還有在他的習慣與態度 那中文插藥的部分的話 事實上 就是我們就要 一領域逐項填寫 那目前在 愛性家園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在 所謂物理智能語言 這部分的話 是由物理治療師 而就是由三位治療師 去負責 列寫目前孩子的一個 發展的現況 保現況 然後其他的領域的話 就由教導老師來負責 其他的三個領域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 我們當然是強調說 我們是寫一個 能的部分 可以的部分 而不是寫他 不可以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如果 他雖然是寫能 可是也許我們是在 某個能力的領域 我們未來要促進或提升或增進他更好的能力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 多連結到 所謂後面的長城目標一邊 那另外一個 我們必須考慮說 比如說服務對象的年齡 他如果說這個孩子年齡的話 是三歲的話 是年齡的話 那他四歲的東西不會 五歲的東西不會 那是理所當然 所以我覺得在 在你早餘的教訪人來講的話 是三要對所謂的英勇發展這個部分 一定要一定的認識 一定要認識 所謂不斷強調的所謂 視靈視性這個疲憊 好 那你一定目標這邊的話 當然就是要選擇功能性 所謂的 他之後的話 學習這個技能之後 他如果能夠促進自己人生的 可能努力性 或者說他自己的一些生活品質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些目標是 將來是很被訓練的 去發展潛力的 然後他能夠增進個人生活的 或者說他習得這個所謂 功能性的一個目標之後 他是可以減少對大人依賴的程度 這部分就是在我們 你第一目標的時候 真的要討異到這些 你教他這些的話 習得這些之後 對他的之後的生活 有沒有影響 有沒有改善 有沒有幫助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在在開始 我們領地跟數學幼兒目標的時候 我們大家所謂有一個 綜合的 綜合幼兒的能力表現 我們要綜合的分析 然後當然這邊還有包括 所謂剛剛講到的優弱時的部分 還有學生的基本資料 那家庭訪式報告 然後評估工具的評量結果 然後包括相關的那個 專業的那個評估結果 還有我們必須要解讀 解像各項評估結果 然後所謂綜合性的分析 更有一個表現 然後就是要去這個 要完整的一個 整體性的觀察和需求的文字描述 大家都是這方面的 應該有經驗老師 到場 因為但是 長所目標 會展成這個目標 這個部分 也因各個機構 站在所謂的 教學規劃上不一樣 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是來在SP的部分 有可能是掉領一年的 有些是練半年的 一直練半年的 這個都沒關係 這個基本上的話 都是一筆機構在你們在 一個服務建設的部分的一個考量 好 然後當然短期目標的編寫 就是在什麼地點做什麼事 因為這個部分會這麼寫的話 事實上 大家近幾年來 一定不斷接受到所謂 作息這個部分的養分 會進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 在我們練習 這個目標的時候 會更是貼近 家長期待這個部分 所以我這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 不管是從 找療中心 或者說我本身在做 所謂的社區療癒據點 這一塊的在目標的領域上面 可能都朝這個部分 朝這個部分在領域 雖然我們主事做得還很好 但是在 可能在我們在設計的方向上面 或形態上面的話 已經其實慢慢去 去一下所謂作息 這個部分的一個形態的卸法 好 那當然執行 我們剛剛前面的話 是講評估的部分 你要介紹執行 那其實這邊的話 大家要譬如說 你可能要作息 你要在哪 執行是在哪邊執行 包括在你的作息的時候執行 或者說在日常生活之中 的所謂遷入式的學習 那他這邊要考慮 評量的做幾個評量的結果 你拿到執行的時間 通過標準跟教學決定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說 在你的機構 或者找一個 找一個運作上面的話 會對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要一些規劃跟要求 你們是五分量表也好 四分量表也好 那如果去定義你們的五分 一分代表什麼什麼意思 一分代表什麼分數 那執行期間 其實這個部分呢 在那個我們在一個評鑑 或者說在我們那個 內政部評鑑的部分 在一些指標上面 都有很明確的要求 明確要求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現在大家都沒什麼問題 那通過標準這也是一樣 所謂具體可評量這一塊 這個部分大家都就是互相分享一下 應該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的感覺 這個也是一樣 通過標準 因為就是你只要具體可評量的話 你就能夠做一些 就是可評的部分 就是包括一些長度 寬度 寬度 頻率 距離這邊 大概就是或是機種卡這邊 這樣子就可以做這樣子一個 過或是不過來的評量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不多說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前面的話 其實我都 我不覺得 就所謂的ISP這個部分的評量 但其實我覺得每個機構的話 應該都蠻有水準的 事實上的話 也許是我想要 因為就加上早上老師 帶來跟我們做一段分享 所以我想說 今天是有一些可能時間 是放在 我們如何做一個 適合資料 準備上面的一個分享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做評鑑真的很累 所以的話 但你說我今年 我們連續三年有九十一分以上 所以我今年不用做 這些書面的送審的部分 你會覺得說真的很輕鬆 真的很輕鬆 所以我覺得說 因為其實 我單只做那個放途色的體來盒 做這些體驗體來的化身 基本上 所謂馬力改資料 都是我在整理 那在體驗 我就真的覺得好累 真的覺得很累 那我想起的話 大家在場 該有很多跟我一樣 這樣子的經驗 然後 不會有時候 真的要慢慢的調整 你方向照顧心態 我只要想到說 我這個體驗過的話 我就會得到 得到好多補助 我就好開心 真的 真的 就是因為你看每年的話 我們所不少人的社會 有沒有所謂的預算審查 我每次要做預算審查 我都覺得我要帶盪會進去 因為找人的話 怎麼樣都說 我又是買牙齒那麼多錢 那所以的話 我覺得說 我就好好做這樣子的評鑑 然後我可以拿得到很多的補助的話 我就覺得 辛苦的話 就是 辛苦會比較 這個就是值得的啦 然後 所以我覺得說 我覺得評鑑本身的話 他真的不是目的啦 他是要 能夠增進我們機構的服務品質 大家都會希望說 大家可能會想說 問題要早期療癒 或提到某個專業 大家提到一個選項的 什麼機構 我覺得他就是我們 某個部分是對我們自己的期許 對自己的期許 就是說 我們做出來的話 就是一定要有這樣的 一定的口碑這樣子 對我們自己的期許 然後我們覺得說 專家學者建議 能夠讓我們更健全更強大 那因為我想說 我們在 這是一個非常嚴謹的單位 他跟這種合作 還有跟他合作的一些學者專家 真的都是非常的優秀 這間就是很多 食物性的體驗 都可以這樣子分享 所以我覺得說 他讓我們 如果能夠來 來治療我的話 我相信就是 讓我們更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免費的機構建建 我在想說 我們去做體檢的話 都要花錢的對不對 那等下評鑑的話 我們不用花錢 那有人指導我們 我們我覺得 我們應該用 用正向的一個態度 來去探索為了評鑑 審核 或者他查核 這塊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對待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要提醒大家的話 就是我們要看清楚 就是這個評鑑的主責人 一定要能夠知道的部分 要開始就是說 申請的方式 跟補助對象 這個部分的話 真的都要 就把 如果有經驗的話 你就要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以光比畫上重點 然後你什麼時候要完成什麼事情 你一定要在某個時間 做上官和上傳 你知道說 這個單位的話 他們非常嚴謹 就從他們對這些時間的 掌控上面 大家都很清楚 一定要按照他們的時間完成 我們要直接完成 所以在我們準備查核 之後評的時候 一定要這方面的一個 該注意的部分 一定是把它擺在最前面 然後我的感覺是說 不管的話 就說你要做什麼 你要什麼資料也好的話 就是說要什麼就要給什麼 要做什麼給什麼 但是可能我們現在還不夠好 不夠好 不過一定要卸議哦 我們說先求其有 四求其美 好 我寫錯 不好意思 應該四求其好 再求其美 這樣子 所以不管他有什麼東西 他要什麼 我們一定要給什麼 所以在指標上的話 你要第一對 一個蘿蔔 一個坑 總是要有東西可以看 只是說這個坑的話 不是各自組成列 而是只要你的情厚 是可以攻擊 是可以有情厚的 一個延續性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就再誠實 就是原則 就是說我們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當然我們不要在平和的體現上 我們也不要太謙虛 不要太謙虛 就像最近的話 像這兩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在那些人和上面 其實我想想 欸 對於永和的單位 他們做的事情 我們好像也有做了 可是我在想當時 不是想太多說 欸 永和是這要怎麼樣怎麼樣 才會變成說 這是永和 我們就覺得 這聽了偶遇的話 我是希望是說 其實在尤其是在那個 今天平和上面的話 是讓你不要太謙虛 但是也不要太膨脹 也不要太膨脹 那就是有什麼就說什麼 不要就是要適度修飾 那如果我們就說在平和這邊 給我一些建議的話 那也是希望就是 我們就要訊息接受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要再題目這個部分 我們這接下來的就是 我們所謂日坡這方面的 一個 在審核的一些題目的部分 你是基石的話就是在 應該是說 兵來將黨 說他就說他就是 那時候讀懂他的題目的意思是什麼 比如說他說 一單位服務對象 這個必須要結合教導 然後社工等等 其實多元評估 我這邊所解讀到的部分的話 這個重點就是多元這一塊 那多元的話 就是你不能只能 呈現一個人的評估結果 不包括你的評估結果的話 可能包含 就是多元包括 包括教導員的部分 包括治療室的部分 然後包括社工部分 甚至這些孩子 他在外面做的 所謂言和評估的部分 其實都可以納進來 來呈現這個孩子 所謂多元 多元這一塊的評估結果 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這樣子的 就這樣一個重點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那邊的第二部分 就是說 他的一個 他的保存的 留存的補使用 相關評估 紀錄 包含評估工具 結果建議 還有他所有結果 跟綜合的全面性的會者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重點我看到的是 他所有人評估 然後是在不同場域的表現 他可能是在幼兒園的表現 可能是在早中生的表現 可能是在家裡的表現 還有不同評估工具 都可以放進來 這邊可能不斷就是 他的那個 評估的結果運用 跟多元這一塊 這邊可能在這 就是我們在 在準備綜合的部分 所要注意到的部分 然後這個另外 也是生活場 這邊的話 重點的話就是說 我覺得說 你的 比估分析的場合 就不能只是一個地方 而已 就剛講的部分 可能甚至家裡 那家裡的表現 可能他可以的時候 去上課 讓其他課程的表現 這些都可以納入進來 那另外的部分 請教一下 那表示說 他是在家裡的表現 那你怎麼呈現說 那一個解決 那個評估的經驗 是被家裡承受的 有這個部分 可能就是要藉由家房 或是法務的家長 或者說 有時候在從作息 整個訪談的時候 是可以請教家長 在那方面的一個 所以 據醫院學家的訪 那假設醫院 是可以從醫院的 人家屏幕裡面去呈現 對不對 學校是我們呈現 假設他在我們中心 那家庭部分就是 說有家庭訪施支援 系統嗎 可以有家房 或是家庭訪談 是作息訪談 或是這邊的 這邊記錄都可以寫 所有都可以呈現 要有皮膚的相識 因為應該是說 有些是說 你關心家長 他的他在家裡 他可能有些家長 比如說他可能 他對困擾的事情 或他警察 對他講是困擾的 你看家裡的部分 很表現的狀況如何 因為這只是一個評估 就是我不知道 他如果在家裡的評估方式 就這個部分的表現如何的話 當然是可以發展之後 我們在幫孩子說 設計目標 IFSP 之後 就能把這個策略 把它寫進來 我現在講 就是收集評估 收集孩子的一個 他的兩線的部分 所以我剛剛的重點是說 可能是包含多個領域的 不是只有在學校兩線的部分而已 我想重點是這個樣子 你看 然後另外的話就說 評估結果這邊的話 要有評估 就是說你的計畫內容 一定要跟評估結果相關 就是說我們執展講說 我們給的服務 實際上是要有需求的 這需求的前端 就是剛才我們可能要收集很多的 他目前的一個評估的狀況 在家長期待的部分 那這樣你在做的目標上 你在前面是更前面 才是有其他活動 這才能夠有一些結合 然後是相關的 那這樣 不要避免說 有些家長說 老師 老師教的學校教都 這不是我想要的 那希望是所有變成話才想說 那要多給那個家長的參與 要在這裡面 或收集更多人的 他的這孩子的一個 目前的資料 然後另外的話 比如說 他這個 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這服務計畫 應該涵蓋 這個有家有參與的部分 而且將家長知能指導 融入家庭服務計畫中 這我看到的重點是說 如果是說那個 就是要跟人家 在學校的一個服務的部 機構的服務 是跟家長要能夠參與的 那你如何讓家長參與 那參與的結果 您如何去呈現 家長有參與的那一塊 那你可以藉由什麼來做 你在做你的佐證 包括你的聯絡部肯定 對不對 聯絡部 你就是說又加了參與嘛 然後包括你的會議 會議上的簽名 會議紀錄 然後甚至比如說 有些學習單 那我們有時候 月學習單 這個或是用通訊軟體 基本上的話 要紀錄 只要紀錄說 譬如說在 所以我說這個服務紀錄 不是一再就一而再再 在所謂流水上這個部分 是希望能夠是具有說 可能再呈現 老師跟家長在溝通上 或者說老師給家長一些建議 然後家長 家長學習過後 有些什麼反饋給你 你任職服務 這你的服務紀錄上 就會可以做這樣子一個呈現 因為這邊的重點是要看到 你家長 就是說 如何將指導家長知能 呈現出來的結果 所以這部分其實要更多的媒財 包括現在都賴的那個回饋 那部分 我覺得也 有沒有見譜部分 其實也可以來呈現 家長跟老師之間的一個互動 這個部分 好 然後另外的話 外往那個 呃 這邊還有一部對象 呃 計畫 呃 設計合適的特程跟活動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 在我的所謂的 那個平和的一個資料碗上面的話 那因為我們不是會抽到 抽到我的個案嗎 我會把這個個案 它特別的那個 呃 活動計畫 一樣是附在他的 跟他的長短程度標 還附在一起 事實上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是前後對照的話 讓我們知道說 不让我们知道说 因为他的目标跟我们提供的活动 是有结合的 是结合 是尽量不要让 尽量不要让家长或是委员 不要让委员去找说 你们所做服务的相关性 是能够让他们就一目遥然 才知道你所呈现的地方 是放在哪里的 好 OK 好 然后这边是 比如说服务计划的 有清楚明确的定量方式 与方式与标准 那这部分也是一样 长短期目标的话 你就是一些你的操作方式 操作方式的话 不是只有操作跟观察 不是只有唯一的 你有可能是问哪个方式 或是询问家长的方式 或者说真的是 哪里提携方式 这部分的话 事实上都可以 都是比较多余的定量方式 然后但是就是你的 所谓符号的代表其的符号 部分数的符号 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 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好 那另外当然就是要有 明确的实时启程 实时启程 好 那另外这个部分的话 叫有定期 评价的服务计划的 执行成效 然后有意评价结果调整 表演目标或介入的策略 那这边的话 原本的话 就是说我们之前的话 因为我们的目标 不是设一年 那一年的话 之前的话说 我们就是半年会做一个 前面的回复跟检讨 那可视的话之前后来也是 也是专家指导我们 很多时候说 经过半年再检讨的话 其实可能跟孩子的现况 可能有点差异更大 所以目前的话 实际上我们几乎在 每个月在研讨下个月的 那个教学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回顾 这个孩子 这个月单月的目标 对他来讲 是不是会太难或太简单 那有必要做适度调整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在这个时间 做适度的调整 可能就是比较小幅度这样子 可是接着上 我们还是会做 半年的那个检讨记录 那个的检讨 还有年终的检讨 我们至少一年 还是有两次这样的检讨 好 那另外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定义 说如果有些孩子的话 如果说 一些为他目标的部分 目标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没有达多少 或是超过多少 你可能就是要做一些 所谓的修订 修订 因为我们都会做那个检讨 对不对 但是不一定 每个孩子都要需要做修订 那用修订的部分 也就是是需要 可能是说他太超前了 或者他太延练太久了 我必要修 我们都会再做这样子的修订 那至于说修订的 修订的门槛是多少的话 事实上可能是有的 反归这个部分 或者说在机构之地 策略的部分 可以先把他做这样子的订定 好 那转型这个部分的话 也看一下 转型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很多的话 都需要所谓的办法跟流程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目前的一些做法 就转型的话 我们就有些办法 好 就是我们要设计 转型转介办法 那这个转型转介办法 就是要经常符合 我们在小科转介区 要订好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甚至说 转型的目的 转型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说 界定或他定义的部分 然后做清楚一点的一个 一个解说 一个说符 然后他要包括转型的 类别这个部分 你们可以稍微开一下 因为想清楚 这次很多机构 大概一定都有这些 转型的办法 那是他执行的策略 我们大概有目前做 做这样的设施 方式的部分 好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后面的 包括转型之后的 最终服务跟经级案子的部分 然后我们还有所谓的 转型的流程 要做到转型的流程 这些部分 这转型的流程 另外的话 比如说 找到中心的转型 在操作手册 那操作手册的话 我们自己的话 是因为 很早上在转型上面 他们可能有些 所谓性评会议的时间 有生理公佑的时间 那这部分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 有必须做这样的流程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那比如说 转型相关流程 对我们来 我们目前来讲说 比如说 我们针对明年 要转型的孩子 我下个月月份开始 我们要做转型需求调查 然后之后的话 我们转型的ITP 或是什么时候 然后什么时候 要执行ITP的时间 然后还有转型的家长问题需求 因为我们通常会在办一个 转型的说明会 这是我们公共部门办事外 我们会在办一个家长转型说明会 但针对转型的部分 我们会在大概 我们之后会就是 会是拖心调查 家长对转型一些需求的部分 然后就帮他所需要的问题 我们做这样的收集跟跟请人来分享 所以大家稍微看一下 包括正式接触后的结案跟最终的部分 好 然后另外的话 所谓个别化多元的参与方式 我们可能在 当参与的时间 可能在我们开放更多的时间 让家长做选择 好 然后还有参与方式 也希望都让家长有点多元选择这样子 OK 好 那就是祝大家联合准备 这是绝对顺利的高分 谢谢 谢谢 好 通常都要上来说 应该多年久 然后通常都要超过 其实来自第一线故事的人说 好 我们这次掌声 谢谢 对我们的结果 好像都将进了很多的举例 这样对我们现场还有帮忙 好 我们跟苗毕争 接下来我们是要做问题的讨论 那等一下我们有几个原则 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 我们希望六个人是比较好的 好 因为有足够的交流 但是最少最少不要少 四位 也不让你们再不用多过九位 也就是六位是比较容易讨论的 那你再多一两位也是可以 好 接下来请大家再注意听我讲 你每一组里面需要一个timekeeper 就是帮你管控时间 同时你要有一个报告者 这样两个 管控时间报告者 再来就是一个记录者 第四个就是要掌控好多的方向 不要离题 OK 所以那一组里面会有四个人分工合作 需求最高 其他最高 其他最高 好 再来呢 需求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先从其他 有其他相关议题的 我们就一提一提回 好不好 其他答一提 再来就是哪一个 执行 然后再来就回答 家庭 这样好吗 因为大家的问题 如果还有的话 我们可以写下来 我们还可以在别的地方看 不好意思老师 嗯 那个时间超过了 不要再填了 停 老师 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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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自己拍拍手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应其他 有问题的举一提 接下来是关于那个执行 接下来就会讨论那个需求的家庭 好 如果没有人举 我就往下一个跳了 好 三二 好 一面 其他吗 对 是 其他吗 是 我们这一组都想要了解 就是刚刚那个分享的 就是他们每个月的一个 月目标的一个 究竟的目标是如何进行 还有其中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 好 那位就好了 好 来 那大家都有机会 关于月目标的定例是 还是给复梅 副主任 我就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们每个月在讨论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的话就说 我们现在比如这个月 我现在是五月嘛 我要讨论六个六月的那个 教学那种部分 我就回顾我这些孩子的话 这个月所表现的部分 那我会先在我们的记录里面 比如说某某孩子 比如说对这个媒财 很惧怕 我们要修改 我们东西的媒财 或者说 这个东西 对我们每个孩子 可能是太简单 我们要加成某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们要是做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修改 就针对个人的部分 比较简单的修改 那另外半年一次的部分 目前我们的做法是说 因为我不是设全年的目标 那我半年的话 就是照理说 我半年的话部分 他应该有多少的目标 我通过数 我是用通过数 跟通过的比例 来说 做这样的检讨 然后要不要再做 进行 可是目标 他不算没通过 没有到百分之百 那我是要再继续延长时间 但是如果说有些人 比如说目标 是 比如说 跟执行也是有相关的 好 接下来 谢谢您的提问 接下来是关于 接下来请教授 你当时的目标 是指单一目标 还是指领域目标 当月的目标 当月的目标 做领域嘛 每个领域的话 就是按照 领域目标 你说每个月的话 我们这每个月 他们有执行的行程 比如说我这个孩子的A目标的话 他的执行时间 可能是108年的3月到4月 那我就回复他这段时间的 执行的情况如何 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半年的部分 我就要看这半年的体力 有多少目标 然后我们又照那个 我们原本预定的行程 去达成这样多少 然后 谢谢 我们讲的意思是 是分领域 还是这个 好 我们先来一个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看执行的策略 一个人上来讲 假如就会再下一个 执行策略 有谁有意见 3 2 1 没有 好 这是关于需求评估 家庭的部分 好 依林 我们这一组呢 就是各专界人员可能会 就是做各自的那个评估 那最后如何让委员觉得有做整合 就是家庭的部分吗 就是家庭跟儿童的部分 我们先针对 好 就是说如何做感觉 让我们要觉得有整合起来 好 那就要看看过程是怎么做的 对 过程有没有讨论 那如果都没有讨论 如果最后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讨论 那再来就是说有谁整合 然后有没有让家长一起参与 因为他才是很重要的key person 对不对 老师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其实应该是 因为应该有两个方向 应该是他刚刚有 刚老师可能有提到 他们是比如说 这个是同场域 然后他们的事提 两个是在家里面 是在中心 那怎样去做一个评估的整合 然后再另外一个整合 是我们要再讲 专业人员的 专业人员和专业人员的评估暴障 然后教保老师有 教保老师的评估暴障 如何去整合 首先要大家共识为何而评 如果这个没有共识 大家很多可以评 非常的多 但是那个整合 也没有很大的意义了 因为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而评 因为可以评的工具太多了 世界上有很多工具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在有限的时间 有限的能力前 我们要先看 我们希望评出家里需求 我们对这个的看法如何 我们后送的服务 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不然评价工具真的很多 你各个单位 还有每一个专业 他都有很多的工具 所以我们为了选 我们选哪一个工具 都是大家共识的 所以在评完 在进入评之前 我觉得那个共识就要有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分工 然后可以合作 这是我在现场看到的 因为好多好多 做很多就很辛苦 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 要回应 好 接下来我们还又回到 那个我们给 这个定例目标 一个机会好不好 因为最高的都有回应到 我们再回到 那个定例目标 有四个人 是 请说 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 他在做这个转期目标的 编写的方式 他这边写的很好 要包含是什么时间 地点等等等等 但是在转期目标的 撰写文字的部分 他是怎么呈现的 好 这个是特别针对 所以说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目前在 可能说 正对是之前做起本位 那种写法 比如说 某某小朋友 小明 独在两晚餐时间 他能够 能够独立进食三次 类似这样子是说 有情绩 有次数 然后很 几次的吃饭时间 有几次能够达成 然后就是类似 就是完成 我们知道目的就完成了 这个就是类似上 做起本位那种公司 可以套进去的一个做法 他希望可以应到 做起相关的 让这个目标有一定 同时 就是具体的平衡 然后时间的长短 可不可以跟生活相关 那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讲短餐嘛 对不对 短餐 那所以执行者是家长 那评良者呢 也是家长吗 是 评良者到底是不是家长 就是可以去就询问家长 我们在 那个参与评良的多元里头 不会只有主家者 对不对 好 可以我们再往下一个 再回到其他 可能也是追上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是写在其他 就是说 那个目标 因为有很多人评嘛 所以是谁主要写那个 ISP的目标 然后如果他要去写 物理治疗 知诊治疗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他你怎么样训练那个人 也能够有那些概念去评这个 那大家也提到说 那医生是你们的董事长是医生 所以整个是可以很有聚观的一个 就是整个孩子整体的一些 一些脉络 你们都会看到 那如果是没有这样支援的 不知道你们会给其他的单位 什么样的建议 好 可以有回应到那个 从来这边 好 因为我们其实在 我刚刚讲的部分 有董事长的部分 是因为他在体检之后的把关 是体检的把关 把关过了我们才能知识入园 那至于说 比如说治疗师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在写目标的部分 都是做一个治疗师 他们是综合的都是各自写 但是我们会 在会讨论之后 统整在同样一份ISP目标里面 那这目标的话 实际上在开ISP会议的时候 我们是逐条跟家长做讨论 然后讨论的结果 跟家长回应或治疗师 回应的部分 我们就写在我们的服务记录里面去 当这个样子 所以现场的整个 所以还没有开会之前 不是一个已经好的 而是大家带着自己的东西进来 应该是说 在还没有开正式的ISP会议之前的话 我们不去确定 它是一个已经完整 或是有取得共识的一个ISP会 就是长短持的目标 是应该是希望 能够在会议之后 大家都有共识了 签名了 认定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觉得它才是一个正式的 比较正式的ISP的目标 在中国它有一样的文件 就是告诉家长 如果你去参加一个ISP 他已经都写好答好 你不要签 你都写好答好 你干嘛签 你没有讨论 所以就是讨论的过程是很宝贵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炒稿 我们可以有炒稿吗 因为你的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可是最后还是现场 大家为什么要在ISP 就是从不同的观点来讨论 来看这个议题 所以现场要很有效率 时间的掌控 然后去那个方向 不要拉开了 要很有效率的开会 我也跟大家分享 其实当以家庭为中心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家长的议题 带着大家跑 就是如果在做起本位里面 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改变 不是哪个专业在主导 而是家长的议题 在帮大家去focus 那个讨论的焦点 当然我们在以前很多时间 在做团队的发展 你看现在这几年比较少 看什么团队的发展 还是会需要 但是在这中间 夸专业的角色比起 哇 那个range更大 所以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一起在学习 让我们真正 让家长来带领我们 那我们就在 我们自己的资源里面 尽力就好了 因为每个单位 有自己的资源 然后我们只要往那个 以家庭为中心的方向去 做法可以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线 里面一直去思考说 我如何在 让家长参与更多 我如何真的是 把我的专业角色释放 OT PTSD 教导也不是重点 而是家长的需求有被回应 这是我目前可以想到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那没有什么是最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就是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你家庭为中心是一个理念 那要去回应他 大家尽量把角色做释放 因为跨专业里面有role release 就是角色释放 你们角色没释放 你们很难夸得起来 你就很不太容易去讨论 所以 如果我们很习惯 通通把目标都写好拿好的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 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不用互相去拼取 就怎样是最对的怎样 因为我们都来自于现场 各自都很努力 就是往那个 让家长带领我们 能够参与更多的这个方向 大家一起来 来加油这样 好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而已 我要让他准备 都能够很充实的离开 我们现在可以轮到的是策略 或者是家庭 剩下一个 好大家没有议题 我们就准备 有吗 ok 有吗 是 我们听 他就是说那个 屏幕的时候 为什么会 特别想要抢要 还有女生的自闭症倾向 好 我可以 那是其中一项吗 会有可能说 那是其中一项 那只是一个参考 那是一个参考 因为现在孩子 他本身可能在 他的帐别本来就是 本来是在 ICF后面就知道他是自闭症 但是有些孩子 他不是拿自闭症的帐别 但是有那个倾向 我们只是凭那个倾向 还是做一个 教学上的参考 ok 好 所以我可以一个 很小小的回馈 那我会说 刚才我们提到优势 弱势 其实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 我们会谈优势 另外一个就是 用需求来谈 就是优势跟需求 比较少去谈优势 弱势 我们谈优势跟需求 因为他的 比较不足的是一个需求 那需求会带来支持 需求会带来策略 这是有一个 目前在看这个议题 看他的 因为我们现在 比较不专注他的 不足的部分 所以这个不足 就把它当做一个需求 好我们这一组 很有效率的讨论完 我们只有超出了一分钟 所以我们也自己再买手 如果你们还 就是如果我们都可以再留下来 那我要先用大家手 再给我们 玩张基金会 还有我们智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你们还要留下来的 我们可以留下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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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